你快點 劇情保全 你不要碰到我 不要碰到我 那你不要碰到我 對我沒有碰到你 不要碰到我 你明提供了意見 得到的回應就是 俏哲 都是一樣的回應 都沒有對我們的問題回應 希望內政部一見 真的可以拼命軍人復應 別的地方都是在想對 我們不要社會自容 我們不要社會主宰 我們這裡的軍人沒有這樣 我們不會說我們不要 我們只是說我們不要這麼多 那我們是理性的 我們是理性的 別的地方都說我們不要社會主宰 因為我們的房子會降價 難道我們不懂嗎 我們不是不懂 我覺得我們大家要安心 社區的概念是有什麼關係 只要眾所管理的好 可是不可以篩一千五百戶 一千五百戶等於十條巷子 堆起來的人口等於兩人 怎麼會 我們的社區怎麼會撐納得下呢 撐納得下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同理心 以前因為這是市政府啊 他是培法者又是建築者 現在民業主要應該就是 比較客觀的來看這問題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 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是 你能幹的經營 因為他告訴我還沒有開始 我們待會等其他人發言嗎 我想我們這件事要先針對一個最新的最新的最新的發言 在台北高等時在法院針對博德安任台北市政府家屬一個契約的爭議的部分 他在判決裡面有很明確的提到說 契徵的這個營業契約 契經未經法院或者是仲裁庭 確認業因合法中之而下後實施效應 南隊長原告也就是不同公司 已經喪失了開法單位的身份 這樣子的一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一個判決 被最高行政法院裁認 而南京上訴 南京上訴 已經被最高行政法院在2003年才進行銀行財定 給博為確認 我是公民記者 那為什麼我們必須要這裡去現場 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財定 是我們在台北市任務 不是因為會完了以後才出的最新的一個判決的結果 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在民建署這裡 跟各位委員去做一個首先的一個報告 這是一個部分 再來第二個部分 台北市政府為什麼會認為本案 有權力取回復利 原因就是因為在100年的時候有一個受財判斷 而該中法判斷其實只是碰碰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於說我的公司屬於需要補銷 本來在公司案上面原有台北市任務的地上權 最終我們否認那個仲裁判斷 然後當中判定了我的公司必須要把地上權屠銷 但是問題是各位委員應該會明確的知道 屠銷地上權以後 並不代表兩兆所簽訂的細徵的營運契約 他當然的變成無效 或是他的效益變成一個未定的一個狀態 所以台北市任務今天很明確的他主張說 因為你屠銷地上權 所以我就自然而來取得了土地所有權 所以我取得了土地所有權之後 我終止你的營運契約就合法了 這個很明確的在法律上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存在的空間 更何況目前我們有最高行政法院 還有台北高行政法院 幫我們在有關營運契約的部分 去做了一倍數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 市府這邊認為有仲裁判斷 或是塗銷地上權 這一個部分事實上是沒有理由的 再來有關於都市計畫法27條 第一項第四款 我想各位委託聽聽都非常清楚 這樣一個條文 這樣一個條文它當然必須要涉及 一個重大的保護膜建設的一個變革 但是其實我們去看到台北市政府 現在新的一個變更內容 還有呢 我的公司之前原有的 一個相關的DOT的相關內容 事實上它只有一個地方有不一樣 也就是公營助長的這個部分也不一樣 好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 所有的條件都不變更 只有一個條件有所變更 它到底是不是符合都市計畫法27條裡面的一個相關規定 我們當然還是有疑義的 我們今天我們只是希望 在所有的法院的程序 還沒有做一個 承安落定的一個情況底下 請貴部先暫時不要核准 第三位市政府這樣子的一個 變更計畫的一個案件 因為未來假設有關於行政訴訟的部分 是還有爭議或者是有活動公司勝訴 到時候我想可能還必須要再重新做一個 變更計畫 那可能會造成整個行政程序上面的一個困難 還有公堂的一個浪費 那只是我們某個公司基本上 對於整個這樣子的一個案件 還有台北市政府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做的一個出步的大幅 謝謝你 謝謝 這是某個公司的葉律師 接下來是廣次綠國色區聯盟 有一個李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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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